草屯镇又名医院为了照顾民众的身体 特别举办健康有活力聪明吃树种的活动 而营养师也制作出黑豆南瓜籽五谷树种 希望可以借由食用黑豆南瓜籽五谷树种 降低身体的负担 那我们希望说有吃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黑豆南瓜籽五谷树种 所以呢 吃这样子一颗粽子对一个老人来讲的话 它是可以咬得动的 那它也是比较健康 那我们希望说 把黑豆去取代平常的一个五花肉 或者是说是一些肉类的话 那它会相对的它的比较好的一个蛋白质 然后会比较多 那对一个老年人来讲的话 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个吸收 传统的种子对于人体 其实是有相当的负担 呼吁民众在过节时 应注意饮食适当的摄取 才不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其实肉类我们知道是准备做的 准备对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升堂指数是相当高的 所以我们来平常吃准备饭 准备饭或准备饭是白饭 做成汇腾生腾的好的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让大家在感觉的时候吃肉类 要适当、适当、适当、适当 尤其传统的肉类我们知道油分也很多 热量是很高的事情 所以大家要适当吃 先原料只用肯定营养师的用心 不仅能够让民众享受过节的气氛 也不会影响身体机能 大家现在对着说 现在因为我们有些心脏、心脏血管 还是说这个糖尿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一些医院 对于我们这个身体有状况的朋友 他们要来食用的一个这个粽子 我们的营养师来调配 让他们既能吃到好吃的肉粽 但是还不会影响到他身体的状况 希望借由幼民医院的用心 让过节时容易忽略饮食方面的民众 可以借由食用黑豆南瓜籽五股树种 降低身体的负担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